我觉得她的话 事实上就是把一个时代 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精神面貌 她的精神的特质画出来 那这最主要的原因 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背景 我小林星月大概七岁 但是我们感受的时代的氛围是一样的 在那个时代 我们被教育去离开自己的土地 去认识一个陌生的土地 那从开始接受教育以来 然后就开始听到 都是有关中国的记忆 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文化 至少到我们到大学时代的时候 我们都是受中国教育的影响 那到大学时代 你在艺术上文学上有了启蒙的时候 突然又开始接受现代主义的洗礼 那这些给我们的影响 其实已经变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可是更大的影响就是 让我们没有看到台湾自己的土地 我们大概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 开始注意到台湾这块土地 开始慢慢觉醒 那它觉醒的原因是因为 它第一次体会到台湾的土地 在国际上是孤立的 那这种孤立就是从钓鱼台事件 退出联合国 我们跟日本断交 跟加拿大断交 一直到1979年 就是说70年代是一个完整的十年 1970年发生钓鱼台事件 1979年 我们跟美国断交 然后那一年也发生美利桃事件 就刚好完整的十年 那这十年是我开始觉醒的时候 也是林军业开始觉醒的时候 第一次发现生命中原来 我们是属于台湾土地 那那个时候呢 我的记忆里面 林军业的话是非常非常超现实主义的 很冰凉 很疏离 然后呢 有一种可怕的寂寞这样的 可是 我在1989年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第一次才认识他呢 我大学时代看过他的话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而且 当时接受现代主义洗礼的 那个年轻人 大概都会欢迎他那一种冰凉的 那一种图画 所以呢 到了1989年我回来台湾 我第一次因为黑名单的原因 第一次允许被允许回到台湾 然后跟他认识了 他带我到他的话室 我满心都是期待 就是要看那些 那个现代主义的那些话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一进去一看 下回家 全部都是左嘴系列的 就像现场我们看到这些 石头 鸡流那些 那些重要的作品 那种感觉 简直就是180度的那种翻转 在过去我们 我所记忆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孤僻的 然后呢 就是感情很收敛的 灵性乐 可是我看到他的图的时候 通常会觉得看到一次热情的 充满那种阳光热力的那种 那种图画出现的时候 那感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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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那个冲击很大 那这时候我才知道说 他已经把那个时代 整个社会被释放出来的感觉 画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能够那样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样的 就是说他把我们那个时代 曾经被监禁的心灵 那终于开始发现自己土地存在的时候 然后开始放射你生命中的热和力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我从他的土里面 发现原来他的作品 跟我的生命可以对话 那他的作品跟我的生命可以对话 其实也就是 我的土地跟我的生命可以对话 他因为他把一个土地放到我的面前 那他画那么大的土 我知道他的用意 这就是那个Georgia O'Keefe那样 画那个庞大的花朵 那个花蕾 就是说逼着你必须要去看 而且是逼着你去看那些细节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画 因为土地被遗忘太久了 他就是要让来看他的土的人 就把我们抓过来 然后面对他的土 然后我们的土地的石头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的水是长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石头 每一个基硫 那种线条 那个坡洞 然后那个光线 他都把它画出来 而且每一个基硫都有他的生命 每一块石头都有他自主的个性 都在那里面 那这个也当然就是让我会发现说 原来被遗忘的台湾 这时候又恢复他的记忆了 因此我会觉得他的土 其实不只是在画他个人的那种感觉 他其实把整个时代的 或者那个同世代知识分子的那种 被压抑土壤释放出来的那种感觉 同时也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 如果我们在讲本土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最早的 而且也是最精确的 把本土的那种感觉画出来 那当然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本土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我们对台湾土地的认识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过去的那种教育 让我们忘记台湾土地 然后去看一个陌生的 从来你这辈子不会去的 或者是说你的骨头 不会埋在那块土地上的 那样的一种教育的方式 让我们遗忘了自己的土地 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骨头 有一天就是要埋葬在这块土地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要把自己的骨头埋葬在这块土地 你居然不知道这块土地的感觉 那是很奇怪的 所以当你开始注意到你自己本土的时候 非常简单 因为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的生活 我在这边思想成长 我的恋爱 我的失恋 我的热恋 都是在这边发生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才是我真正的生命吧